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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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歸陳土歸土 垃圾龜 垃圾龜 垃圾佬 收回你的垃圾 大佬 大佬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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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有等工廠大廈 然後你又坐升降機, 就上頂樓 出了升降機之後, 走去按密碼 2476 跟著扔個靈彎, 你就會見我在這裡 工廠大廈竟然有一間健身 找些地方去搞事 這間健身是我朋友開的 我喜歡包圍桶還可以 我只貪得夠靜焗 適合我們以後在這裡休會 我硬來, 剛才做一場大龍鳳 小心鼓爆傷口 你也很關心我 我關心你的資料多點 怎麼樣?歸你那邊什麼? 歸你剛剛吃了辣薑的腸 不過辣薑就跟雞頭大眼張夾起 把刺過, 弄得歸你這個客人走 歸你不會這麼順丹 他打算怎麼還拖 我跟他說 大眼張的頭馬Vicky仔 不相信超級大哥 我可以挑撥他作犯 只要踢走大眼張 Vicky仔就會跟他合作 到時候多漂亮不顧也有 你和Vicky仔很熟悉嗎? 不懂 不懂 你不是又止於我吧 Vicky仔不相信他的大哥 是真的 到時候你們警方找了藉口 踢了大眼張 Vicky仔就自然上位 他一上位就重新洗牌 我又委入 只要搞定女兒的放緣問題 我會為你那邊就上位 你又來? 幹嘛事前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知道我一定搞定大眼張 阿文, 阿兵Sir這麼厲害 只是小事, 不用早說 你最好搞清楚 是我給你付薪 我才是你老闆 你不要自把自為 好像上次難命輝那件事 臨時臨急叫我進的大哥 你當我黃大仙, 有可必認 我是答應過給你機會上位 但這機會我隨時都可以收回 對不起, 下次不會 不過你知道 有時候的事是隨機應變的 你早就起大眼張的底子 跟我說什麼隨機應變 這次這件事我就幫你搞定 你最好聰明, 別跟我玩 放心, 我一定會是你最堅強的善人 那件這樣的Joyce, 只是小毛 她公武強姦 你們說她分明是否在玩 初步看來 她的證供對你有些不利 第一, 她說她當你是資深朋友 才到你家問你借錢 而你灌醉她之後 就跟她發生關係 第二, 當你跟她發生關係的時候 她曾經表示過反對, 甚至是反抗 出來做小毛, 裝什麼純情 馮大壯, 不是不能打吧 不能打這三次 在我字典裡是不會出現的 問題是看我怎麼打的 活該你收這麼貴的 不過我不自在, 怎麼打 應付這類型的強姦案 最有效的手法就是攻擊女方的背景 只要證明她的性生活隨便 那就有理據說她自願跟你上床 就是這麼簡單? 只是攻擊女方的背景是不夠的 我建議用秦生你的觀點去打這件案 我的觀點? 在法律上, 如果你是不知道 對方是不願意 而有確實地相信 對方是心甘情願地跟你發生關係 是不構成強姦的 法律術語叫做 誠實及合理地錯信 所以穿著性地 三更半夜上一個男人的家 還開口跟你說, 我等錢應急 作為一個見慣風月場所的男人 你有理由相信 他是有所暗示 而心甘情願跟你發生關係 而在你們發生關係的期間 他說不好和掙扎 你會認為他是喝醉後胡亂說話 而且欲他還形增加勝趣 就算你這個想法是錯的 都是合理和誠實 符合誠實及合理地錯信的原則 我喜歡 我喜歡這句 夠專業 誠實及合理地錯信 我最喜歡美女的 照美女的意思去打 乾杯, 來,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小姐, 你吐得這麼厲害, 你沒事吧 沒有…沒事 有沒有朋友跟你來 找朋友送你回家比較安全 你這麼吐快 習慣了 吐完沒事了 師父, 我記得有些案例 跟秦先生的案件參與 不用了 但是… 秦先生他正在賣單 Samson一會兒會跟他突骨洗澡 但我們還沒談完 其實你今晚已經交了功課 回家慢慢休息一下 案件你交給Samson就行了 交給Samson?師父… 幹什麼?不信心嗎? 你別以為會說幾句法律術語 早醒才行 你想爬我頭?發網沒那麼早 你喝醉了 你以為談官司 只談法律觀點就行了? 當然沒那麼容易, 男人談事 除了懂得喝兩杯 還懂得陪老闆打骨洗澡 開放開心 你們的女人 除非肯讓老闆上床 如果不是, 你別擔心跟我爭 小姐, 吃什麼? 麻煩你紅豆衣 好的 心情不好嗎? 這麼巧 我總是來的, 你不來了 你心情好就吃鹹的東西 心情不好就吃甜的東西 沒說錯? 我懶得了解 都說你心情不好 是呀, 我想到 所以情緒低落, 令他發脾氣 我這樣說, 你是否開心點 男人談生意 可以摸著酒杯底, 下酒店管理 但我們女人就不可以 所以住還是輸 是嗎? 誰會濟激你, 你是客人 收到客人的錢就遇上手氣 我EQ沒那麼低 那就下一個可能 你是辦公室的人 不是你師父, 是你師兄 什麼師兄? 他不是總我一年畢業 只有一天三無 無品無料, 無自知之明 他最擅長的就是因為他是男人 可以陪卡人去滾 不然他怎麼搶我的生意 算了, 無謂人無謂提 你知不知道 鯊魚吃了紅豆有什麼? 紅豆酥? 很爛 不爛, 很好笑 那你說過三個月後 跟我回一間餐廳喝紅酒 好, 又是冷氣了 還沒到三個月, 到了才算 好, 那我就等你請我喝紅酒 我現在先請你去沖紅豆沙 我先去沖紅豆沙 一會兒晚上都回拳館 晚上都跟兄弟拼酒, 叫我女兒 聖尖的天都會回公司查數 除了想會計私樓之外 其餘時間就帶婆婆、姨奶 兩頭廚家走 莫一年不在香港, 阿花都比較清閑 除了平時巡視有些酒樓 除了酒樓, 地產店, 骨灰鵪場之外 平時都跟兄弟在學玩樂 有時候去鄉公所打麻雀吧 表面戰功 他們三個都沒有直接涉及賣紅活動 我們繼續查莫一年名下 以及跟他有關的公司 不過暫時沒有什麼可疑的發言 莫一年這個坐館不是流的 對, 二豐有很多律師、會計師 還有投資顧問教勞 他們做事很乾淨 我們沒那麼容易能進入他們 不過大家不要灰心 我們做小狗是這樣的 跟一百次都可能沒有一次中 但千萬不要讓我們跟到一次 只要跟到一次, 我們就可以破大網 老闆, 合不合? 這個很棒 吃錢很動機 什麼事?不用工作嗎? 你也可以 我打算叫Bubble發問家少女 代替阿夢去接觸之前網站的那群人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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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看看她家人的病情如何 沒什麼事的話應該很快可以回來 你打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你把那一口咖啡豆沖出來的咖啡 你不會拒絕吧? 謝謝 好香 你這麼快點回來, 怕我們會窮嗎? 一向都窮, 不爭在吧 我又覺得你不是不爭在 怎麼樣?你不只請我喝咖啡那麼簡單? 沒有, 我想看看有什麼可以幫你 對了, 阿夢是不是出事了? 阿夢自從上次林鄭退縮之後 替我道歉 不過就放下了這封辭職信給我 而你呢, 就沒有抵這封信上去 還替他作謊, 替他請假去澳洲探餅? 我不想他放棄自己 也不想他放棄自己的前途 那他自己怎麼想? 他躲起來不見我 電話又不接, 家裡也搬起來 但是就這樣扔下去也不是辦法 無論如何都要查阿夢出來的 我知道, 事情洋出來了 阿夢回不了頭 要查一個人, 怎麼難得我狗頭? 行了, 你這麼說, 我放心不到 我在公共關係科的老死裡查到 阿夢之前平期有參加警方 在南丫島搞的老人院活動 我再打電話去老人院查 發現阿夢跟其中一個婆婆特別合謊 久不久都會私下去探望她 何姑娘, 張婆婆怎麼樣? 她是不是病得很嚴重? 夢小姐, 你在說什麼? 張婆婆沒有病 但院上傳訊息給我聽 張婆婆重病過來探望她 張婆婆現在在哪裡? 你呢? 張婆婆, 張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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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說真的嗎? 張婆婆 你放心, 我已經跟Madam Jo說了 知道你暫時不想見她 她不會過來的 為甚麼你們是不放過我? Madam Jo已經替你保持這封辭職信 在龔Sir面前還說了一句謊話 說你請假回澳洲談病 Madam為了保護你, 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你就這樣就走了 我不用她保護我 我早就說過, 我沒有做CIB 你不是不想做CIB 你只不過不想面對自己的過去 不是, 我不想讓以前的東西 影響我重新生活 你連跡都遲了, 你還有甚麼新生活? 每一個人都有過去 發生了一件事 不可能像粉筆字一樣抹掉它 你明白嗎? 我知道, 但我真的很辛苦才重新來 而且第一天的行動 就再找以前的朋友 Darren, 我很害怕 我不要再走下去 當年你報警做了一件好事 救了一個弟弟 如果肯留下來的話 你一定可以幫到很多人 你想重新過生活 這是你的好機會 我想…… 你想什麼事? 我想不久了 大家都在等你回去 沒來賠責 現在陣哥的場子搞得風生水起 雷女又多又發生了 弄得我要吃回頭草 謝謝你們給面子,可以進房間了 好,上房了,好 今天記王長,是,威力哥 自從大眼張被警察踏了之後 那個Vicky仔上了位子 他被女兒真的有帥有帥 那就多謝他名下又生了 你怎麼搞定大眼張? 我只要跟Vicky仔說 如果他坐了大眼張的位子 以後就多分一成錢給他 他做了什麼我不知道 不用審問了 當然是Vicky仔報處給警察聽 拘捕了大眼張 那他自己就可以上位了 過程點不重要 最重要是Vicky仔現在是自己有的 多讀兩輪說話也不同了 李哥,超哥出去軟化一下 那個臭小子還沒死嗎? 老闆,兩位… 怎麼樣?這邊,先坐下 聽說你們的長人打好生意 好生意 還是多虧你這個老闆大力支持 知道就好了 我一碰你長,我勸不少了 下次找你一定要服侍走道 不開心,我不收貨 行了,知道你喜歡什麼女兒了 總之右伯右索了,你看嗎? 你一碰你,被人打得露了 都不知道被誰動了 傻眼傻眼傻眼 我現在就沒有面子了 不過找到是誰的 我一定不放過你 超哥,沒事吧? 我跟大老人在聊天 你進來幹什麼?出去吧 你現在在醫院睡猛了嗎? 這場場全都是瘸狡起的 子儀你經常都死了 大家以後的兄弟有錢一起玩 你最近進了廠裡什麼都不知道 阿蔡,帶他出去看看 是,餵你哥 是,餵你哥 坐吧 我老婆告訴你 我現在大把牆在手,等著發胃 總之誰有辦法的 誰又坐我的頭不在那個位置 謝謝餵你哥 其實我幫餵你哥想過了 現在這麼多家暴 應該集中起來,搞個色情五街 色情五街? 我們可以把馬欖、骨牆、夜總會 集中在街上 然後搞個寒登群 就是說把所有的酒吧 集中在蘭桂坊一樣 比蘭桂坊強,簡直當作主題工業 每個月不同的主題 這個月我們可以搞個日本之夜 叫女兒扮成AV女優 下個月可以搞個俄羅斯之夜 找幾位俄羅斯妹妹回來餐廠 然後我們出套票 買得多、折得多,刺激消費 然後我們在銅鑼灣、中環的高級地方 好,搞些私鬥 專攻任高質素的女兒給高級客戶 多吃一條水 行呀,就這樣聽一條計劃也行 明孝生真是明孝生 這個辣椒想過我一董 這次我就要看她的眼眉 看得她一天目都沒有 威利已經放手叫我搞宿情五街的事 就是說這條大腰已經在刺激我們放出去的魚餌 現在只要給她一點甜頭 壯大她的膽子 跟著就一鍋撬起她 你真是挺厲害的 搞定威利不奇 連一向跟我賺吃的雞頭大眼張也推倒了 有計嗎 有計劃 郭哥這麼說話,不是懷疑我吧 越是聰明的人,我總是要小心提防 我的腳是為你踩弊的 你覺得我會站在你那邊?你站在他那邊? 不知道 我習慣有兩手準備 你上次自己爆自己的瓶肯定會遷就住的 不要讓我動你 我一爆就會爆你的要害 你別洗肢要翻身 我出賣你是什麼好處? 別好處就一起托嗎? 你聰明,你知定,不要打算玩 郭哥,這條條索,點點解應該齊的 郭哥,雞臣哥,客人在哪裡? 在美方,交給我來 立青哥,這期不是中旅,是豬扒 想生意好也難 沒辦法,貨物不斷來 自從大眼張不在這裡 那些小子就全部都去威利那邊 弄得我們收拾的全部都是裸底產 我是客人,也去威利那邊玩 不用擔心,郭哥,我們一定有辦法 來,我替你去貼一貼 沒空了,趕著去銀行入帳 對,我替你入帳後再貼 這條大謊說有幾十間賣男的帳 辣姜哥信得我過才叫我入帳 你乳臭味乾,幾十年讓你跟上去 在這裡看著 是嗎? 老闆,下次見到找我了 行了,來,收拾 優柔,你真厲害 哄到那些男人都失敗了 我們已經靠優柔做我們生招牌了 真的嗎? 吉祥哥,有沒有借錢? 什麼事?優柔 我剛才收到鄉下打來的電話 他們說我弟弟急病進了醫院 醫生說他要做手術要幾萬元 所以我想問你借錢會回長生嗎? 過了,借幾筆,別害怕 那一萬吧,還有幾千都可以 你借給我吧,其他我自己再想辦法 對了,吉祥哥,你幫幫優柔吧 你上腦嗎?你們來開工而已 當這裡是善堂嗎?我可以借 先拿水 優柔 我知道這裡不夠,我待會再按機 好,我待會再按機 一大早就叫醒人,提神咖啡也沒杯嗎? 你以為這裡是茶餐廳嗎?這裡是安全屋 怎麼樣?有什麼事? 我剛剛發現那個阿君 每天走運幾十間馬欄收帳 然後就去銀行入錢 你跟我想想辦法 檢查一下那個阿君 把錢進我們什麼戶口裡? 我也想 不過又不敢太後勤 免得惹起他們疑心 對了,UC超時補水 是不是頂空都是八、二元一小時? 有沒有可以在額外再加多些 或者津貼? 怎麼了?沒有等錢花錢嗎? 當馬虎經常要應酬這些女子 也花得不少錢 那些女子也要應酬嗎? 你作弄嗎? 那些女子經常式扭揚,又說不開工 那我有空就聘請她們喝喝吃吃 珍澄館她們 你是珍澄館她還是珍澄館她們? 當馬虎是要這樣的 別說我不提醒你 你不是真是馬虎 你扮馬虎而已 你扮演跟那些女朋友 你千萬別跟她們朋友了 有了真感情的時候就糟糕了 我跟她們朋友都是想拿資料而已 那拿到什麼資料? 也有一點,有女兒做了很久的 跟我說她現在做的那間馬欖的單位 其實是由以前一個過氣的古惑仔 手上霸回來的 立章說馬欖的單位是霸回來的 我們查過 不過以前的單位是由一個叫張達喬 發名撻嬌的過氣的古惑仔打理 而單位的業主 就是以前福果坐館的老婆,袁軍藍 福果二十多年前就被我們賭破了 袁軍藍因為藏毒和誤殺就被判了二十年 在這個期間,撻嬌就替她看著她的房子 但是撻嬌兩年前賭錢 欠我辣姜手下一身債,沒錢還 辣姜就收到她的家裡,霸佔來做馬欖 而袁軍藍就來營館出用了 我們不知道這個馬欖會不會背後有份 所以我們想把她的禮物都賭掉 誰買的?我吃了原味 再幫我買辣味 我買了這兒吧 很浪費,我吃 姓源的坐了二十年牢 應該和黑社會沒什麼來和 你應該集中火力來對付義風 這樣就不會節外生智 對了,色情網咒那邊怎麼樣? 你怎麼樣?阿孟是貨品嫁回來的 阿孟是澳洲的家人過了身 他替我多拿了幾十假 我現在找了Bubble代替他 訓練他當混家少女 你阿孟學習也很快 應該可以很快就能懂他 他挺有潛質的,好一點訓練 是,Sir… 其實辣味也不錯 吃了兩塊不知道 吃下去你就知道你有分別的 想不到看你的樣子忠忠直直 說起謊話上來無意不改緣 阿孟澳洲的親人死了? 那對阿孟哥你久了 無論如何都能學到一職本職 龔Sir不是笨的,你無法跟他很久 不就是很久,九彤跟阿孟談過 阿孟正在考慮 相信他很快可以回心主意 回來才會別 這個世界人騙我,我騙人 我覺得龔Sir有所瞞著我們 你知道甚麼? 你有沒有留意到 剛才我們說起元軍艦 龔Sir的反應很奇怪嗎? 你不會再想多一點 我私以龔Sir跟這個元軍艦 不知道有甚麼瓜葛 你不是私下想去查元軍艦嗎? 你別管別人這些事 還有廣Sir說過,不要浪費精力 廣Sir說甚麼你又做甚麼? 這麼聽話真是無法小學生 那你一定是犯規和被寄過的壞學生 我沒這麼說過,你會不會再想多了? 元軍艦,在復營期間 你一直行為良好,也很努力工作 我們相信你又會改過自身 所以文件已經批了你 你可以提早釋放 這個是陳姑娘,應該見過的 恭喜你,可以從學自由 如果你出去有甚麼需要 可以隨時找我們幫忙 我只需要一份工作 我們不希望見到你重偷覆轍 不會的,Madam 人蠢第一次叫無知 蠢第二次的就是自己活該 江先生,我特地來接你的 出動得名貴房車在碟宋 不用這麼大陣仗了? 藍姐, 你出賊 當然要好好看, 風風光光 不用問, 當然是在店裡撞出來 真的沒有東西騙到你, 藍姐 車房那麼多漂亮的車 我開一輛出來當車一車 待會再放回去, 誰讓人知道嗎 你難得這麼正正經經找到工作 你無謂為了我得罪你老闆 大不理不理不理 以前你和興叔這麼看我 別說沒了工作那麼碎碎 對了, 我們一出來走的 正所謂受人恩惠 就算要我的命, 我也肯還 以前的事不要提了 是的, 以前的事不要提 所以我特地準備了新東西給你 現在行走江湖, 最重要是兩張卡 一張是用來乘機搭車 一張是用來打地板 就是這兩張嗎? 很容易的, 我待會進入號碼 你以後按個一字就找到我了 那就是二十年了, 甚麼都不同了 是的, 整條身體的 要不要找個位置給你下車行走 不用了, 我已經停了很久了 到處去下車行走 好 好 藍姐, 這裡 就是這裡嗎? 上去看看, 來吧 有一點點就算了 吃個餐廳, 我要吃個餐廳 吃個餐廳, 一定要吃個餐廳 喝個餐廳, 要吃個餐廳 拿個餐廳, 都買個餐廳 吃個餐廳, 吃個餐廳 喝個餐廳, 吃個餐廳 把自己這麼萌塞的 我叫他搬也不肯搬 不, 我還是上空一下他, 逼他走 你還當自己出來走? 你別搞人了 那裡收了租夠, 這裡就算了 對了, 藍姐, 你們出來有什麼想法? 那些細工幫我找了一份工作 這麼好?一出來就找到戲, 搞什麼? 酒樓全賽 酒樓全賽?不是吧, 藍姐 你畢竟曾經社團嫂子 走去酒樓的被人指指點點? 一天都是那個死警察 不是他, 你用弄成這樣? 那是嗎?還是別提那個人了 好, 不是 藍姐, 我買了撈柚葉給你, 洗澡 你現在進去洗澡 待會我和你下街打火鍋, 喝一喝 不用了, 我自己吃就行了, 你走吧 真的? 行了 那我先走了, 你有什麼打電話? 嗯 陳姑娘已經跟我說了你的話 有機會就要好把握了 我會努力的 做樓面很簡單 下單, 全單, 有什麼名字就問問 那是藍姐呢? 謝謝你, 經理 謝謝你, 請問 我們很久沒試過一家人出來吃飯 你媽媽這幾天精神好 醫生叫我們多帶她出去走走 難得你這麼深思, 簡直來這裡 你們以前經常來嗎? 我們第一次拍拖就來這裡吃八寶鴨 八寶鴨? 老爸, 你太不浪漫了 你真是說媽媽不浪漫 因為是媽媽喜歡吃八寶鴨的 真的嗎? 後來結婚了, 多數在家裡吃 那你爸爸又忙了, 就少了你 那以後就多點來 待會兒我要吃夠飯了 好 妹妹太油膩了, 媽媽 媽媽喜歡吃就讓她吃 公先生, 公太太, 很久沒來吃飯了 覺得一頓怎麼樣? 很難給分, 八寶鴨還沒上 行…我吹個眼睛 我吹個眼睛 我還要吹個眼睛 我先來聽電話 這樣, 如果不是緊急的話 我想說明天才回來處理 Vanus 龔先生, 八寶鴨來了 你怎麼做事? 捧一捧, 捧得不穩 你們第一口, 捧得這樣 不要存在了, 你們去廚房收碗吧 老闆, 別客氣, 別客氣 我給別的一隻來 有 有 好 方炳 阿嵐, 什麼合不合? 我們塗色蟹蟹的藥料, 你呢? 我塗碼蟹的藥料 有沒有鋁鐵? 有, 還好看 女士, 先生, 我有這回答 關於袁軍藍的資料應該全查 謝謝 再見, 女士 原來你查完袁軍藍的資料 龔Sir不是說叫我們不要浪費精力 龔Sir不是怕我們浪費精力 是怕我們揭露那些倉疤 你說什麼? 原來龔Sir和袁軍藍 之前真的有個瓜葛 什麼瓜葛? 你不是說不要浪費精力嗎? 你不是很聽龔Sir的話嗎? 梁少堂 日本菜 66715 西港海鮮 回家去查餐廳 殺你 袁軍藍本來是老牌社團 覆我坐館炳卿的女兒 她自己沒有插手社團的事 一直只是替她爸爸做會計 那為甚麼那些報道又說她是死團嫂子呢? 炳卿頭馬榮鏗娶了袁軍藍 炳卿之後又病死 榮鏗做了新楚館 發展販毒生意風箏水起 身為嫂子的袁軍藍 曾經有一段很風光的日子 花無百日紅 警方賭破福火的制毒工場 榮鏗兩夫妻就要著醋了 但是期間袁軍藍竟殺死了她老公榮鏗 還帶著粉酒 結果被警方拘捕 以誤殺和藏毒罪名 判了二十年 警方之所以能夠破到這個制毒工場 消滅福火 全靠這名臥底探訝 這個臥底就是龔Sir 我知道龔Sir以前是臥底 但我不知道原來就是 他賭婆福火的制毒工場 當年他混入福火 做了榮鏗的頭髮 榮鏗跟他老婆袁軍藍的關係 一向都不太好 龔Sir就利用他和袁軍藍的感情 查出制毒工場在哪裡 證人作證, 事成認在臥底期間 曾蓄意追求被告令被告愛上他 信任他, 從而套取制毒工場的地址 警方就賭破了制毒工場 榮鏗想著著草的時候 就揭發了他的頭碼, 即是龔Sir 跟他老婆袁軍藍有不尋常的關係 一路之下就想對立他的頭碼 老爸, 別這麼多了, 媽媽飽了 怎麼樣?你怎麼了? 我有點累, Harry 那還叫單位 好… 袁軍藍那時候還沒知道龔Sir是臥底 他為了保護自己的情人 錯手就殺死了自己的老公 他打算拿著那些粉 和龔Sir遠走高飛, 相熟相親 誰知道就被自己的情人出賣了 還親手將他送去坐牢 警方不僅僅告他五殺 還告他藏毒 即是袁軍藍在法庭上 還要硬白白接受龔Sir對他當中的指控 他到那一刻才發現原來自己的真愛 甚至是金燃為的犧牲性命的人 原來一直利用自己的臥底警員 原來你是臥底 你一直說愛我, 其實是騙我 你不要請縮靜 我一般直控過你… 你出賣我, 你出賣我 為甚麼你要這樣對我, 為甚麼 你出賣我, 你出賣我 車子在哪裡? 在那邊而已 你不會帶媽媽去的嗎? 你不犯什麼瘋了? 剛才你弄得一身也是 現在又打破了, 會怎樣? 你是不是不想做的? 對, 我不做了 我不會對面 有日常以為夢想的方式 原意說她還未能對現 若是當天願為你守樂宴 內疚日子未會出現 新生透支才學會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